誰說妥瑞而不能進電影院 當機帶你GO 我覺得你表現很好 我們就會很高興邀請你來參加 OK嗎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男醫師來看電影 我認為他舉辦這次活動對我們一些 比較一些 一些生上的小朋友 就是有很大的幫助 讓他能帶出來 然後接觸人群 張醫師辦這個活動 可以讓很多的妥瑞兒 滿足他想要去電影院 看電影的這個心願 所以覺得今天這個活動很棒 我的小孩也很開心 也曾經 圖瑞兒 他到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候 有一些不自主的動作 不自主的聲音 引起旁邊的人的不滿 但是圖瑞兒是天使 很多的老師 專家 學者 本身就是有圖瑞士症候群 張基這次為了要照顧圖瑞兒 我們辦了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圖瑞兒這些天使們 今天下午非常的愉快 度過這個一個愉快的下午 謝謝 因為圖瑞士症的孩子 他常常會有一些聲響型的 或者是一些動作 會造成一些人際的衝突 因此他們的人際關係通常不會很好 輔導室裡面就會有人際關係 或者是生活處理的這些小團體輔導 來進行 來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人際關係 除此之外 同學們之間的了解跟接納也是非常的重要 建立一個友善的校園環境 那了解他們的這個聲響 或者他們的動作 其實都不是故意為之 了解他們的一個先天的這個特質 我想他們會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對待 那人際關係也會改善很多 在張醫師的協助之下 我們也安排了治療 那弟弟有一個禮拜五天都是在做治療的 那從一開始他不會自己做 到後來生活方面都能治理 我們都很欣慰 那家長也告訴我們說 要陪伴弟弟關心他 然後因為如果連自己的家人都沒辦法接納他 那別人要怎麼接納他呢 很感謝彰化基督教一願一路的陪伴支持 陪我們走過那些最美跟最苦的日子 到現在謝謝 張基兒童醫院辦這個活動 主要是希望能夠帶領妥瑞兒 能夠自由自在的欣賞電影 那什麼是妥瑞症呢 妥瑞症就是學歷前的兒童 容易出現一些生育或者動作的一些抽動 他是不自主的 他不能自己控制的 所以我們希望辦這個活動 讓大家能夠了解什麼是妥瑞症 那張基推廣如何治療妥瑞症 就是用醫、親、私、醫院、家庭跟學校 三方聯合照顧這個小孩 希望那個小孩能夠在被同理 被善待、被肯定中成長 那關懷妥瑞兒張基永遠與你同在 誰說妥瑞兒不能進電影院 張基基帶你GO GO!